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師兄辭堂 周涉、Dixon 究竟中秋節選擇甚麼歌 是最適合我們的節目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甚麼提議,Dixon 不如彩雲追悅吧 為甚麼 因為這首歌是台獎選給我們 我們最尊重前輩的了 對,所以中秋節 記得聽家裡的老人家話 他們說甚麼就甚麼 香港電台第二台 祝你中秋節快樂 前天的天花才有石屎掉下來 現在又輪到廁所後漏水 媽媽,申請市建局的 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計劃會為合資格的長者 縱援或雙殘津貼自住業主 提供最多8萬元之助 在單位或大廈公用地方 做維修保養工程 那麼好 改善居住環境 住也住得安心點了 讓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些 C.I.B.S 自力障礙人士在實習之後 同樣可以為社會帶來貢獻 庇護工場 朋友不會見到真實工作的環境 但是在一間社企 例如餐廳 對他們找回自我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發掘大世界 就由聽節目開始 了解印度就要去行河 充滿靈性的地方 宗教聖地 看到人們舉行不同的儀式 和崇拜 理解到印度人的想法和文化習俗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 本週推介 日本演員歌手 坎田張輝與其前輩中村倫也 一起在音樂界聯手出擊 坎田自己說到 在疫情當中 他覺得娛樂事業 大家都好像停滯不前 加上他的前輩中村 也希望做一些事情為大家加油打氣 這個願望就這樣就實現了 他們說到疫情我們都要認識感謝上天 為甚麼呢 因為感謝他給一個挑戰和磨練我們的機會 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坎田張輝 得上中村綠也 Thank you 神明大人 強調的 今天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姦田張輝,中村龍也 感謝Kamisama,感謝神明大人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 星期日下午4時 白元號,天空海闊時段內播出 我今早6時就起床上學了 放了學還要參加N個興趣班 有時忙起來 我比爸爸媽媽更多 這幾年我都累了 我想放了學 有人陪我玩玩聊聊天 你也是想開心 試試吧 試試聽聽這個節目 很自由的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5至7時 有天移波聖和志豪主持的Git V5 每天兩小時,真的很充滿 其實甚麼是充滿 我的歌雨 你們實在 ABOUT 講解 我應該沒有 過 這些 我應該沒討論 你在那邊 風12 來到了星期一的Gimme5 Hello 大家好 先提提你的雷暴警告有效時間 去到今天晚上7時 雖然今天星期一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有一種疲累的感覺 不是啊 完全啊 是嗎 我是很疲累的 我知道 各有原因的 你又有事要醒神 我會醒神 我想送四個字給各位 什麼 龍馬精神 送給所有的聽組 繼續努力 人間有愛 好像農曆新年和郭大客戶八個早年 祝大家龍馬精神 我覺得在星期五到今天 我都覺得這四個字 人間有愛 有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 其實上個星期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社交平台 我會跟大家說我的車出事了 V仔 我叫他做V仔 V仔出事了 因為他突然之間有一天 其實星期三 上個星期三 他突然之間沒有冷氣 即出風口那裡沒有風 然後我星期四的時候 就特意去醫治他 即冷氣壞了 不是冷氣壞了 總之就是沒有風 沒有風 好像沒有呼吸 因為他沒有風 因為他沒有風 又不代表冷氣壞 所以我只能說他沒有風 原來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OK 然後我星期四早上 我已經去跟車房那邊 即是雙熟哥哥 車房跟他說 可不可以幫忙看看 可以嗎 他說好 你開車來吧 過了半小時 他打電話給我 不好意思方先生 你車應該沒得救了 有沒有馬上很沉悶一下 哇 真可憐 因為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 不好意思方先生 因為小問題 我們檢查過 不是那些問題 應該是大問題 那大問題也不代表沒得救 是他救不了 因為他跟我解釋的方向 就是如果要救 可能要回原廠 然後回原廠去製造的話 隨時比你買一部新車 那麽貴 以二手車來計 總之不值 總之就是不值 正所謂整身都浪費藥費 你買一部一模一樣的 不如 即是好過 好過你去製造 加上那個 Depreciation 即是你開了一段時間 我們所謂沒有那麼值錢 沒錯 貶值 那不如買一部新車 他就說 那沒辦法了方先生 要不就劏 要不就只能夠 在沒有冷氣的情況下開了 繼續用 然後我的心一沉 我立刻在想 哎呀糟了 究竟我應該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 又小弟又窮 又不能夠買一部新車 這樣就沒有開了 有沒有感情 有感情 有感情包袱 有很大的感情包袱 我直接坐在車裏 我按著V仔 我跟他說 為何不生性 你乖 我也試過跟車說話 你為何不多捱 少少時間 等大哥先賺錢 我真的有這樣跟他說 你這排有沒有看過車 沒有啊 有沒有說過他的姓名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有沒有稱讚過別人的車 沒有啊 跟電子儀器一樣 對 我上次在車裏 如果跟朋友 不知說開車的東西 或者換那些什麼 我都會馬上說完之後 拍一拍車 不是啊 不是說你啊 沒有說換你啊 沒有說換你啊 沒有啊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做過 剛才上述那些 會令到他小氣的事 完全沒有 不過有些車主 會對自己的車 真的很感情到一個地步 尤其是第一輛車 或者那輛車 可能陪著你做過某些事情 譬如我見過有人 在社交平台說 那輛車陪著他所謂出生入死 他說在公司裏面 只有這輛車 每一單工作 都沒有撇下他 即是有些同事 有些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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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同事要搞第二單 他一個人要去校務的家 永遠說 每一單的生意 他自己公司的生意 都是這輛車陪著他跑的 他就覺得 很有感情 有 即是陪你走過死任有局 那種感覺 真的很慘 曾經走過的日子 即是他真的是這樣的狀況 於是 我自己在想 我自己在那裏不停一盆算 怎樣算 我應該要劏 還是我駕到停車場完就算了 即是因為續了一個時間 一個時期一季 我駕到停車場沒有 那我就算了 不再駕了 還是怎樣呢 我會找到一個醫生看看 通常自己病還是車病 他跟你說過得嚴 你也不可以那麼消極 你也要試試找另一個看 我真的上網去找 因為我上網去找一個車會的人 就是這輛車的車會 這輛車的車會 找到車會的師兄 那輛車會是否很熱心的 很熱心 因為通常駕駛同一輛車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會覺得是Buddy Buddy 有愛 我就是在這裡感受到 所謂叫人間有愛 因為整個 你有沒有參加過車會的活動 但本身沒有 你是因為這次出了事 你就去找回商應的車會 其實我一向都有參加過車會 但我沒有去過那些活動 因為自己的車沒有裝飾得很漂亮 真的不好意思去 因為人家做得很漂亮 洗得很乾淨 可能會黏一些花 又會怎樣轉燈 很漂亮 我們這輛完全沒有改裝的家庭車去到的時候 你是實用車 不可以 所以我都不敢出席那些活動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平時會在廣播道外面都會拍車 有時可能我們電台沒有位 我們在外面都可以拍 其中一個師兄 他就是在附近出沒 因為他妹妹在附近 他經常都看到我這輛車 拍在某些位置 他認得 他認得 他一早已經聊我聊天 師兄 你又開這輛車 不如你加入我們的會 他原來就是在會裡的其中一個人 他叫做B哥 B哥 B哥好東西 B哥好東西 之後 因為他有一天 我想大約半年前 甚至再久一點的時間 他抄了我的牌 他說你入會的你找我 我可以幫你 有什麼需要幫忙 你打電話給我 真的是那種熱情 看來是中堅 是中堅 然後我在車會的群組裡 我問了一些問題之後 他們就建議我 去問某車房 我去看看 於是 我多手 再發一個訊息 給B哥 因為我只認識他 在車會裡 有聯絡 我發給B哥的時候 B哥就跟我說 他說 不如這樣吧 我明天早上 即是說星期五 剛才說的都是星期四發生的 他說 不如明天早上 你跟我去我的車房裡 看一看 因為剛好我又要進去 那好吧 有沒有剛好 真的剛好 真的剛好 然後我第二天早上 跟他一起進去 進去的時候 很有趣 跟師傅去談 師傅第一句跟我說 他說 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你看到我的環境 現在真的有很多車在 趕著要做起那些車 交貨給那些車主 我就幫不了你 然後我心裡想了一句 不太好的話 我就說 那你就叫我進去 對 我想到這句 阿B哥 你跟車房不熟 我跟車房不熟 你是不是弄困我 他沒有問病這件事 好笑 你是不是弄困我 不可能他跟車房說 我有個朋友想打你 他就說 打吧 他不知你帶我朋友去做什麼 他以為是參觀一下車房 又來看 或者意思是 你有時候開人家 如果你打個朋友 你也要開聲 他好像覺得 來你的車房 我帶朋友跟你說 原來你也要吃東西 他沒有說 這個人也是開車 然後他跟我說 沒有空的時候 我們三個就在那裡聊天 在聊天 我之前是被人看的時候 他給了什麼結論 大家在那裡聊 只是跟B哥還是車房那個人 車房那個人的名字 威威 你知道他叫什麼嗎 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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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哥和你們一起聊 一起聊 他又說不空 在聊天 在聊天 你車怎樣 又說不空 為什麼可以聊天 不如直接看吧 有趣的位置就是這樣 他聊聊天 他自己走到我的車 開始拆東西 他不相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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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即說 理論上應該是這塊東西壞 如果這塊東西壞 試到應該就OK 然後他轉過頭 他就跑到我的車 在那裡拆 本身就說不空 下一秒就在幫忙 職業病 即是他說起那件事 他不查究竟 他心很癢 他心不舒服 最誇張的是什麼 然後只有我和B哥在那裡聊天 曉哥就在那裡看他的東西 他走到自己的車房 周圍看看有沒有 和我同款的車 或者是同品牌 然後嘗試拆那裡的零件 來我那部車試 然後他最後試完之後 說不行 還是搞不定 因為那個型號不相同 你等我一會兒 我打電話去零件部那邊 看看有沒有可能有這個零件 立即拿來試 他已經開始了幫你弄車了 然後他成功打尖 其實已經開始了 然後B哥才好笑 B哥就跟他說 喂 阿堯哥 你介不介意弄了我那部車 連連他都在打尖 B哥表露了 不行了 不行了 然後他真的去打電話 去他雙屬的零件部 他問有沒有現成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借給我們試試 然後去到最後是沒有的 之後就引伸到另一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零件 你試不到 你就不知道他有沒有覺得 你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問題 之後B哥就說 那是不是有部同款的車 就可以試到 他那一部就是 不是他剛剛換了車 但是他就說 他叫車會的人 要有多少個哥哥出現這個故事 現在有B哥 有邀哥 現在有超哥 然後他就說 我打電話給阿超仔 看看他在什麼附近 他住附近而已 他在附近就叫他下來 然後打電話給他 沒有空 不在 每一個希望都是熄滅的 但他下一秒 第四個阿哥 應該有第四個阿哥 我也想說 他下一秒 B哥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約個時間叫他下來 那你又再過來 於是真的約了星期六的晚上 故意要邀哥 即是車房的邀哥 就留到星期六的晚上 留在那裡 之後B哥又要 把阿超哥 故意叫他下來 下來 而且他沒有好處 就是他要下來 被人拆他部車的零件 去其他部車裡試 叫做幫個忙 我星期六的時候 晚上的時間 我下去了 B哥到了阿超哥的味道 然後B哥就跟我說 他說 那個臭小子 他不肯下來 本身 他說我都不認識你 即是他意思是不認識我 都正常 很正常 接著呢 B哥就跟他說 他在香港電台 那又怎樣 即是搭你的手 是啊 他都宴在香港這個家 他都不認識我 真的不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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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要說 有時候 男人 無論是四十多歲的 所謂的馬鈴老 或者是 頭生 那些 真的很容易說到為 對啊 他說完這兩個理由之後 因為那個 超哥 超哥 是熱愛香港 熱愛香港 又很喜歡香港電台 是嗎 對 之後他就說 這樣就不行了 一定要下來 然後下來 已經異話不說 好像朋友 已經在周圍走 我的車 哇 你這個位置可以攪拌他 意思是可以變漂亮 不如整個大包圍 接著開始在聊天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什麼 他真的在聊天的時候 突然間他兩個人不見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即是B哥和超哥不見了 對 那我就看著姚哥在試那些東西 他是不是去買個大包圍送給你 他不是 他突然 好像街市買一棵菜 他旁邊 全灣街市買個大包圍送給你 還是想Give me 5個頁 看看這個是不是就是Give me 5個子豪 是不是真的在香港電台 我們好像Give me 5個子豪 我有點私疑 好像不太濕口感 然後他們走了 去買東西喝給我喝 對啊 無緣無故 你完全猜不到 如果我看到我朋友的朋友 如果大家在醫院裡 他是來探病的 而他很擔心 我都會買飲品賣給他 讓他放鬆一下心情 你現在看著VC的感覺 好像看著 好像家人有事 我覺得現在 下一秒聊聊天的時候 下一秒鐘已經在說 就說 沒有所謂 大家是朋友 半個小時才說 不想下來 他來到的時候 還說趕著走 他說不行 我侄女生日 我要趕著走 但最後 我就先過他 原來 在他們的世界裡 關於車的興趣 他們就會不停地聊天 不停地在說 很多不同的嗜好 很多不同的 common ground 然後最誇張的就是 你過來坐坐我的車 叫我坐坐他的車的感覺 真的 駕駛同一款車的人 是對對方好的 是啊 而且會喜歡拍在一起 就算不是車會活動 你看過車會活動那些 在尖沙咀的商場上面的 屁股那裡 他們會約到那裡拍照 又拍下來 對 很有靈的 然後我又發覺 就算不是車會活動 就是駛停車場 你看到同款車 駛駛到駛那裡有個位 有些人會 我也會 喜歡拍過那個位 覺得好像在排在一起 很霊 因為房間有很多不同的牌子型號 是否像茫茫人海 找到格吉蘭 我覺得是 還有大家的 taste好像相近 會覺得這個人 大家都喜歡 有 taste 你通常都會覺得自己有 taste 才買某件東西 然後你會將一些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不知奢侈的 當那個人跟你選擇了同一件事 有時會覺得 大家的味道差不多 挺好的 雖然女人不太喜歡 撞衣撞袋會覺得 跟我 我穿得好看一點 但有時你都會覺得 大家的味道很接近 你又會覺得別人的味道好 其實就是在讚自己 是 男人的世界再簡單一點 一樣是兄弟 不用說話 除了老婆不可以之外 而且你可以聽到現在這一刻 你都會覺得 他們兩個其實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義務幫你 你想想B哥又要故意駕駛車進去 然後超哥又故意駕駛車下來 然後姚哥到現在檢查的階段 他都沒有收過一毫子 他甚至是到最後檢查到哪一件檢壞 他都會問我 你想不想在這裏製 你是不是想在這裏製 你想在這裏製 我才幫你訂 就是這樣 那最後是否能做到 最後是能做到的 但還有少許問題要處理 你完全理解不到 這樣做生意嗎 最好笑的是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不停跟我說 因為我身份 剛剛第一次出現 他說 這個阿堯 不知道是不是賺錢的 人家收100那些 他只是收20而已 他只是這樣 這麼好嗎 是啊 好搞笑的 完全不知道他們的世界是這樣的 好啊 找人 認真 只會混熟了之後 車房的人多認識一個 真的沒有壞 因為你有沒有聽過 這是一些所謂的城市傳聞 或者這個行業的傳聞 就是說如果你不認識車房 你自己裝上去 他一定會騙你 是啊 真的 不是騙你騙誰 我這是賺錢的方法 什麼叫騙車房 所以由我第一天開車 我已經很怕去車房 很怕去一些不是熟悉的車房 我就覺得 好像一去人家一定會騙你 其實可能未必是 但是你有這個 深窩在那裡 對 深窩在那裡 我不認識他 他一定會騙我 我還要這樣 他還以為我妹妹 他一定會騙我 又不認識車 是啊 其實又不是 最有趣的是你現實之中 就未必是這樣 你猜不到 自己是深窩而已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下午五點半 現在有陳宇謙一道新聞 政府公布下一位賣地計劃 將會重推曾經在前年流標的 山頂文輝到豪宅地 這幅地皮會測成兩幅推出 下季推出的一幅可見240個單位 也會推出啟德1號地盤住宅地 可供應390個單位 港條王粥坑項目 也會在下一季招標 可供應1000個單位 原本在本季招標的中環海濱商業用地 將會延至下一季招標 發展局局長王偉倫解釋 這幅地會採用雙信封制度 招標文件較為複雜 因此要多一點時間處理 香港電台延長電視部員工 李君雅的試用期 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就事件和廣播處長梁家榮等管理層會面 工會重新重啟對李君雅的調查不公平 延長試用期理據不充分 工會在會面中強烈感到 決定是來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認為事件屬赤裸裸的政治打壓 估計未來仍有未過試用期的港台員工 會遇到類似情況 港台工會主席趙善恩在會後引述 副廣播處長 馮建業說 現場試用期安排是由公務員 事務局發出備忘錄 並特別指出就聲簽及考職等事宜 要考慮港台員工的聲稱 個人性格特質和操行三方面 馮建業在會上也指出 現場120日試用期並非上限 趙善恩也說 港台政策及內部事務都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監察範圍內 難以相信局長邱騰華在事件中沒有角色 民主黨和部分泛民立法會議員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 進行有關立法議員去留問題調查已經完成 香港民營表示成功樣本有2579個 明早會先向委託機構呈交調查報告 民主黨和參與今次民調議員 將於明天上午11點半見記者交代民調結果 與否接受延任一年決定 但政府之前因應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嚴峻 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至明年9月舉行 人大常委會按特區政府提請通過第六屆立法會議員 延任不少於一年以免出現立法真空 南韓總統民主黨人首度公開回應一名公務員日前被北韓槍殺事件 對死者及家屬表示哀悼和慰問 形容是令人遺憾和不幸的事件 又認為南北韓應該盡快重開軍事對話熱線 令兩韓重啟對話 被指就事件對北韓應對過度軟弱的民主黨人 在青瓦台召開會議後會見傳媒表示政府就事件深感協救 對國民感到震驚和憤怒表示感同身就 強調政府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人民的安全 又認為即使兩韓處於分裂狀態 今次悲劇都不應該發生 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有咒雨和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介乎25至28度 吹和喚東風離岸初時是風勢清靜 展望除後一兩天有咒雨和雷暴 接近週末咒雨減少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7點 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8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員不 交通消息直擊報道 Michael首先講單交通以外 在觀塘的委業街近開源到回船處 因爲意外現在來回方向的交通都是 濟濕車龍分別排到去考名街和麗港城 甘仔惠業街近開源到回船處有意外 來回方向交通是繁忙的 農美分別去到考名街和麗港城 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廣都入口 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農美演藝學院 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龍街 堅拿到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萬善兩灣仔 農美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黃竹坑入口 受到車多影響香港仔隧道北行 現在實施僅僅僅性封閉措施 洪水九龍入口公駐渡過海農美康莊道橋面 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 車龍排到學園街 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 東行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近海風源 西行農美在西灣河泰安樓 詩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 渦達路道的車龍排到油站地開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美在電話機樓 陸面方面在港島 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 近駐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美城市花園 司徒拔到樂山去皇后大道 東方向車多製塞車龍排到近港安醫院回旋處 九龍方面 觀塘道近駐啓葉村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繁忙 龍美分別去到得古花園和農場到近星河明居 而觀塘繞道介乎觀塘碼頭 至九龍貨倉段流回方向都是車多 渦達路道去沙田方向 近駐九龍塘麗倫街一段慢車龍美太子道西 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 近駐九龍城回旋處一段龍美在富豪東方酒店 反方向太子道東去觀塘近駐禦港灣一段 車龍亦都是排到近富豪東方酒店地開 渡船街天橋去嘉市居道 近駐進發花園一段龍美果欄 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 近駐沙田鄉市會路一段濟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 公路近美城縣 最好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 清水灣道冰屋落車去西貢 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鐵門 好 讓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大家好,我是Bella林詠彤 學校復課,家長們都要幫忙的 第一,就是透過每天了解子女在學校做過甚麼 去確保子女在學校有做衛生措施 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夠的休息 最後,記得家長們都要保持正面心態面對疫情 香港電台 港門在乎你 曾豪輝醫生 我知道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徵可以很輕微 一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學 還要戴口罩和立即看醫生 是的,Dudu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 私家醫院或診所 主動向醫生提出進行由衛生署免費提供的 冠狀病毒檢測服務 將樣本交到指定收集點 或者利用收費的上門收取樣本服務 及早檢測,推前診斷 你們好,歡迎來到Harry哥哥快樂農莊 這個農莊有齊快樂的元素 有清新空氣,有帶小鄰居一起可以種田的樂趣 有農莊廚房教大家炮製美味又健康的素食料理 還可以在青草地上玩遊戲 還有,又怎麼少得唱歌、跳舞和變魔術等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點十五分 港台電視三十一,Harry哥哥快樂農莊 預約你了 每天都是這樣的,睜大眼就做 做到現在這個時間都累了 有得收當然好 但是最近老闆說共渡時間 他就聚焦了 工時加,薪金就沒得加 唉,我沒什麼想了 打工仔,想有人陪下 新客人而已 我明白的,上班是辛苦的 不如我幫你吧 幫什麼? 幫你…放鬆一下吧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至七點 有天儀、波盛和梓豪主持的 Give Me Five 每天兩小時,幫你鬆一鬆 嚇得我 知識是水,人是海邊 只要你想,你可以盡情吸收 知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 不知道?不出奇 天下這麼大,有東西你不懂,很出奇嗎? 不懂就學了 學了就像我現在這樣考你了 那剛才那句話是誰說的? 我剛剛作的而已,可以吧? 今天考起你 每個星期,由上星期的書家出題 如果打和,就用國際法 即是即場猜包剪刀 決定下一次的出題 如果兩個答題的主持都答對了 那就算出題那個你不幸運了 麻煩你發掘多些新知識來考起你 今天出題,考起你的是… 今天是天儀姐姐出題 我呀 究竟今天能不能夠贏到方之豪呢? 記不記得上這個環節我和你倆樓出題 不要按了 還有像吃眼你一樣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星期五臨走之前 他下了一個戰書 其實那個不是戰書 他給下了一句說話,波聖 比心機 我還問什麼比心機 他叫下個禮拜 他說是呀 又來了 這個星期的開頭 都是一場戰爭的開始 我自然他是最喜歡星期一的 又沒這麼說 有那種滿足的自信 又沒這麼說 有時的事 今天是天儀姐出題 是關於一個天文現象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我們香港上星期 是出現了龍捲風的報告 在機場那邊 有沒有看過那條片 沒有 是一個小龍捲風 但其實在香港 對上一次發生龍捲風 有報告的 有天文台的 叫做Official Record 已經是去到05年10月的時候 也不算是一個常見的天文現象 但可能在美國 外國的地方 龍捲風 是經常出現的 對 今天五條問題 都是關於龍捲風 對你有好處 為甚麼 因為你讀記 不太記得了 好 立即聽聽 今天的問題是怎樣 今天考慮你第一題 第一題 就是關於我們香港 一個龍捲風的歷史 剛才說 雖然我們香港龍捲風的次數 但以下哪一樣 是曾經香港因為龍捲風 而發生過的事 讀地你也讀不到 這個是歷史題 A 纜車的車頂被吹走 B 直升機的頂被吹走 C 私家車的車頂被吹走 還是D 村屋的屋頂被吹走 龍捲風 這件事是何時發生的 應該是80年代的時候 80年代 香港可以有龍捲風的地方 這次是機場 如果80年代都是在 我在想 成因 你要形成一個自然現象 你要有適當的條件 即是甚麼地方會有 即是機場這些地方 才可以形成龍捲風 直升機就像是最近的 直升機頂 直升機頂 其實應該是直升機 對 應該整個直升機捲走 有藍車頂 D很伏 因為D伏的位置是甚麼呢 村屋的屋頂 第一個很直線 第二件事就是 其他三件事都是一些 交通工具 對 唯獨這個 唯獨它零零四四 很伏 究竟這個是陷阱 還是雙重反間 你以為我這個是 間中間 就是要間死方子豪 所以今天考慮你 又不要這麼說 我們不是針對你的 這個環節 根本就是在玩這種邏輯 反轉再反轉再反轉 現在是纜車 直升機 私家車 還有屋 村屋 村屋 新界地方 市區就比較少村屋 都不是的 都能否形成到呢 都不是的 80年代又真的是另一件事 我很想說那些 車一定不是 然後你有沒有覺得我選車 我的車應該真的不是 其實我很想選D 我也是 我很想選D 但你又是伏 我覺得是伏 所以我不選 我決定哪個是伏 我只會衝過去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海 第一題通常都是測試運氣的時候 沒錯 我選boy 好 風姐我選boy 一個選直升機 我選當屋頂 一個選村屋的屋頂 一個選直升機的機頂 有沒有人對 沒有人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我還相信你說不是車 安全 什麼呀 你用平時的邏輯 我說一定不是車 你應該要選車 我覺得你可能運氣好 所以我決定選車 哈哈哈哈 剩下纜車和私家車 兩種完全不同的車 80年代 纜車 纜車的車頂 還有 如果你說看畫面上 纜車車頂會比較好看 為什麼要好看 就是在新聞角度 那件事好像 好像誇張一些 哦 就是你出一個新聞 好 我想到 想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很害怕 他整天的心理壓力 我明白 因為我也會這樣 第一題 你想拿我的頭 對呀 如果給對方 就是方志豪 他先拔頭籌 你的心會沉一沉 我明白 怎麼了 我明白 因為我很大聲地說 車一定不是的時候 跟著玩這個環節的經驗 很確定 他一定會選 就是答案 但是 我又很想猜纜車 現在互捉心理 你猜什麼 我打算 我選C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他說 不是 其實我覺得像是C 我覺得像是C 那你龍捲鋒有大小的嘛 對 去過那些 還有你 還有你纜車 會不會是纜車那個頂上 又不是那麼容易吹走呢 因為扔著那條絲線 是啊 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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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線真的很難切 我告訴你 很難的 好 好 希特拉也吸不到 我決定是選C 因為我好FRIEND 說一定不是 我就用這個邏輯來收 即是兩個都選C C加車的車頂 好 你不想測試運氣嗎 我這個也是一個測試 他很怕第一台輸給你 死跟著你 我感覺到他 我感覺到他 我感覺到他的心理是這樣 有20%就是這樣 錯都是一起錯 好 好 給我剛才的EVENT 兩人都錯 你的運氣真的很差 搭沉船 我已經觸摸 不知道怎麼運用 這個真的很值得說 告訴你 因為我都沒聽過 這也是另一個城市傳聞 你有沒有聽過城市傳聞 就是某主題公園的纜車 其實是在南朗山那邊 你有沒有聽過他們的纜車 曾經跌下來死了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城市傳聞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 他最近也有走出來澄清 說沒有 對 其實那個實情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80年代初的南朗山那裡 就出現過一次龍捲風 當時有上班負責纜車維修的人 他應該就是出來澄清過一班 其中一個人 他曾經在一些媒體上澄清過 就是什麼呢 原來當時的纜車不是整架車捲了下去 跌了到山谷裡 而是車頂 但是有些人可能看到 有車頂蓋在深谷裡 就會覺得整架車跌了下去 就覺得坐纜車跌過人 不是死過人 以外傳惡 所以曾經都不止一次 有關方面是有人澄清過 不是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跌了車頂 而且是因為龍捲風的事故 所以是沒有人傷亡過的 當時有工作人員還說 完全沒有這樣的事 有什麼可能發生了人命的事 在香港是可以被掩蓋才行 那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你推敲到的 如果它是一個行駛中的纜車 如果有人在裡面 你捲走車頂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扯著一條電線 你不會脫掉車頂 但是車身也還在 我們也不知道 究竟它的車頂是怎樣裝置 有權它的電線扯下去 扯下車身其他 或者車頂不止一層 又或者在它維修的位置捲走 所以可能應該是維修的地方 捲走的機會 遲些 這個官方沒有拍照 當年沒有說 其實我們脫了一塊什麼 就沒有那麼詳細 讓大家看 總之出來澄清過 是這樣的 也不只是當年澄清的 所以其實 香港的龍捲方 曾經捲過纜車的車頂走 波性的運氣真的很差 我已經不知道怎樣捲自己的路 那你一定要小心點第二題 連唯一一個金科玉律都用不著 今天考慮你第二題 那個金科玉律就是 你選哪題不要選 第二題是曾經關於一幅網上的相片 龍捲峰的相片 那張相片其實當時是很出名的 拍攝周杰倫 可能你現在還會找到 大家都會覺得龍捲峰是來得很快 很危險的 對 跟愛情一樣 你看到龍捲峰的話 你應該怎樣 當然是逃命 但曾經有人拍了一幅相 就是相片很清楚 後面已經拍到一個龍捲峰 但相片裡面 在相片前的一個男人 他當時是知道後面有龍捲峰 但他不單止沒有走 還在做以下哪一件事 OK 這麼厲害 拉筋那些 A. 自拍 B. 拿光 C. 求婚 D. 除草 是多久之前 你這件事有沒有說 都很多年前 不是近幾年的事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即是我會想自拍的事情 即自拍我們現在 但如果你是80年代發生自拍 那就沒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 我想浪漫一點 我想猜求婚 在這個天崩地裂之時 山盟海誓之下 我都不走 我都在你面前跪下 你不答應我 我不走 就好像俗語又說 我們真的打風也打不掉 OK 我覺得我想選 求婚 我很喜歡你每次都這麼大聲 說自己的選擇 好像在給他提示 每次都硬生生地被人托巴掌 你是錯的 我選 你不可以內斂一點不讓他知道 不行的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我很喜歡和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我選A 你這樣令他 我覺得總是少一個選擇 那不是很多煩小樣 四面三 難怪經常贏 人家只選四分一 他只選三分一 不是 那天兒一向都好運 你那個不好運 就是葉祖徒 A 我選A 他選C 你立刻不選C 我一向都不覺得C A 自拍 好 沒有人了 兩個人都混濟 裸曬和除草 裸曬就是全裸 裸曬 裸曬 外國很流行的 這個是外國發生的 我以為是香港 我以為是香港 剛才有人說了香港發生得很少次數 我以為過一次都可以 難得見到啊 求婚先 那你覺得外國人會不會求婚 如果調回我一開始說到外國 不會 你還是選求婚 不選求婚 為什麼 那我會選裸曬 神經病 當然選裸曬 那你選什麼 我選多 除草和裸曬 有分歧了 一定有人對 好了 第一個分訊就出現了 最適合的是 除草 方志豪 真的一定是他先贏的 誰救我賊 我剛才也懶得認你 如果你知道外國選了都不會對 這件事發生在加拿大的 所以有人說 對加拿大人來說 除草真的很重要 因為看到龍捲風 我們也不走 先除草 但那件事其實是什麼事 其實那張照片 首先就是 這個男人的家人 他老婆拍的 他老婆當時 在加拿大那裡 他老婆當時 就想在家裡睡一會 誰知道 他睡了一半的時候 他女兒就很生氣地叫醒他媽媽 為什麼呢 就說 哎呀 你知不知道龍捲風 已經看到了 老爸還要除草 不肯回家 很生氣 很生氣 其實那裡是一個小鎮 住了二三千人 原來那些村民 其實全部都是從事龍捲葉的子孫 所以他們對於天氣變化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所謂的 基本知識 甚至一些經驗 加上龍捲風 可能不時都來到 原來他老爸就是 覺得 其實我們一直都留意著 那個龍捲風其實有消息報道 其實龍捲風一直都知道 他向什麼方向走 而當時其實他就是向一個反方向走 噢 所以他就 立即一定台友 對 就很有信心 覺得他不會向這邊走 雖然我是不需要 又要回家 又這樣那樣 所以他就繼續除草 他老婆出外 就看到他除草 就拍下了一張照 就發了一些類似的 類似親朋識友 那樣 大家的重點就是 就是看到龍捲風 然後就說 為什麼你老公還在這裡除草 為什麼 因為覺得很方便 封傳了一張照片出來 龍捲風捲一些東西進去 我一搓上去 搓上去 搓上去 多好 多方便 幫忙吸走那些草 不知道多正 知道吸神機 所以在現實當中 其實龍捲風是沒有進去 沒有進去 那次的龍捲風也沒有造成傷亡 首先不是一個很厲害的龍捲風 第二就是 確實不是向那名除草男子的方向移動 所以就算怎樣除草 都不用擔心龍捲風 但那張照片是很 你那種距離 不是遠到山 距離幾千米 不是的 是你覺得是 用腳走過去 是幾百米的 龍捲風的距離 把照片拍到出來 會不會太害怕 所以我也覺得 對自己很有信心 而且他可以轉彎 不過我真的 你拍照的距離 又不真的時候 也有說 大家看距離好像很近 但其實也有一定的距離 他肯定沒有玩過爆船陀螺 周圍都要捲進去 捲進去 還有轉來轉去 然後他主人叫他 龍捲風開始走 那你怎麼辦 去呀青龍 天理之子 天理之子 白虎 繼續轉 撐住 撐住 撐住啊玄武 還有你啊朱長 一個人有多有自信 你才會不怕 龍捲風在你後面 我真的覺得 就是加拿大人 就是 無論加拿大人 無論什麼事都要除草 加拿大人的特色真的很特別 我開始明白那些很奇怪 死亡方法 有時會做一些研究很奇怪 有時可能就是這些 聽龍捲風剪草的時候 然後就出事了 好像那部電影一樣 暫時 今天運氣指數是1比0 1比0 1比0 還可以追 很明顯 一會回來追 還滿意追 在地塌天崩的现场 越过沙力不顾受伤 但扣在倾质危流中 拥抱着天趣不为我这一生 病困赶不走善良 落泊中写经世恶章 结伴在这方堂人间 从未信仰 结效如深 假使现实残忍 牵手背道狂奔 安身天地一角 你种出我跟天对合 有你在怀内 三四恶物太却奸 跌入最黑 知天看已极竿 是 魂起叉得很以上 任那风沙找无牙章 要捏着爱 牵脚爬起 那下胜仗 劫后屠心 假使现实陈因 牵手背道狂奔 安身天地一角 你种出我跟天对合 有你在怀内 生死我 不太却奸 我未爬 困困地欲流落人 混石擦身 迎热分 我若要死 带着这一万 假使现实陈因 牵手背道狂奔 安身天地一角 你种出我跟天对合 有你在怀内 不需要天赴 以保 好处自身 观他海笑地产 刚才说的画面 地裂天崩之时 跪低求婚 这首歌完全是表达的画面 有周法豪的最新派台作品 歌名叫做 劫后余生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返六点 现在由陈雨昕来到新闻 政府公布下一季 卖地计划将会重推 曾经在前年流标的 山顶文辉到豪宅地 这幅地皮会拆成两幅推出 下季推出的一幅 可见240个单位 也会推出启德1号地盘住宅地 可供应390个单位 港条王竹坑项目 也会在下一季招标 可供应1000个单位 原本在本季 招标的中环海斌商业用地 将会延置下一季招标 发展局局长王伟伦解释 这幅地会采用双信封制度 招标文件较为复杂 因此要多一点时间处理 本港新增10宗心灵肺炎确诊个案 3宗属本地感染 都与早前个案有关联 最年幼的患者是1岁男童 住在何文田洪兴国 两日前开始发病 另外两名患者分别是 住在马安山、錦龙院、龙耀角的 43岁男子 以及住在屯门、宝田村 6座的42以上女子 7宗输入个案中 包括一名在湾仔、帝城酒店隔离的抵抗菲律宾女子 其余分别是来自阿根廷、缅甸、乌克兰、印度、法国和英国 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尽量减少社交接触和外出用膳 又强烈呼吁长者应该尽量留在家被免外出 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决定 在9月30日完成本届4年任期后离任 形容不会参与违反《基本法》而继续运作的委任议会 朱凯迪在社交网站专业同 透过议员办事处发信公布消息 他说 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去信立法会秘书处表示 在9月30日立法会议员4年任期结束后将不会续任 会在任期结束前按合约期结束所有地区的办事处 并已经在今月1日通知各员工将终止雇佣合约 陈志全在信中又表示 在任期结束后仍然有很多事未能即时完成 需要留部分职员处理行政、合约、财政资料处 以及继续跟进未完成的个案等工作 有需要延长在立法会大楼内办公室使用期至10月20日 以及会继续出粮给留下的职员 香港记者协会发声明表示 关注港台延长对电视部员工力冤芽的使用期 担心记者提出尖锐问题而在职场上遭受打压 最终会产生寒蝉效应 记者表示 新闻工作者进行采访是要履行第四拳添职 提出尖锐的问题只为了尋找真相 过程中有可能引起被访者和相关人士不满 如果新闻工作者进职采访 但就换来针对打压甚至政治审查 恐怕会令他们无法再为公义发声 导致距离真相只会越来越远 天气方面 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 会续占靠近华南沿岸 并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 另外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清净偏东气流 会在明天续占闻和 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气温介乎25至28度 出和缓东风 初时离岸风势清净 只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 接近周末骤雨减少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 现在气温27度 相对湿度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我Arene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 报告一些塞车和坏车事故 较早前观塘伟叶街 近着开源度回旋处有意外 意外事故清一场 但来往方向仍然多车 农美分别近巧明街和丽港城 伟业街近周开源度回旋处 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一场 但仍然多车 来往方向的农美分别去到 巧明街和丽港城 而观塘妖道刚刚收到 有宗坏车事故 观塘妖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 近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 有坏车阻路慢线瘦阻 农美近丽丁花园 提醒大家 现在部分地区下雨 雷暴警告现证生效 大家要小心驾驶 现在很多地方都比较阻塞 隧道方面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繁忙 农美分别去到加华国际中心和东桃园 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车龙 分别在天美道和景龙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线去湾仔之路 塞到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 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 有间歇性通车的措施 洪隧九龙入口 公主渡过海龙美康庄到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美排到新柳街 施子山隧道去沙田 窩打路到龙美在浸会桥面 龙场到龙美去到彩虹村 将军澳隧道到九龙方向 将军澳入口龙美近电话机流 讲到路面 现时湾仔司徒拔道落山 近王后大道东多车 龙美过了东山台 东区走廊到中环近维苑 去到和库花园段都是多车 九龙方面 窩打路到九龙堂段多车 去沙田方向龙美排到亚街老街 太子道西去旺角 近九龙城交汇处 现在交通都繁忙 龙美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 反过来 太子道东去观塘 新蒲江御港湾一带都是多车 新界方面 粉岭公路近南华铺比较多车 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 近沙田市中心 交通都是繁忙 龙美分别去到美城院和大围 安全车速报告 有清水湾道迫屋落车去西贡 和元朗公路唐人伸村去屯门 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N94.8-96.9 MN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民 尤其是长者 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 他们要尽量留在家 避免出街 亲友应尽可能 帮他们处理救命等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长者要出街 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留意最新疫情 如果不舒服 就算病征轻微 都要立即提医生 同心抗疫 你我都做到 以台中抽好鬼棧 全家开心一起玩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家人听到就醉嵌 再嵌不如买够金 有金又有心 听风秀快活人真是代表我的心 民政事务国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你中秋节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V 今天午餐外卖 我想叫烟沙文鱼火腿沙律 Didi 别以为沙律就是健康 理点的烟沙文鱼和火腿 都是加工业制食物 纳含量很高 但是烟沙文鱼 每100克纳含量就有超过1200毫克 比起新鲜沙文鱼扒的纳含量 高出30倍 转叫这家升级有型食肆吧 选那些小油盐堂的三小支损 那就吃得健康吧 C.I.B.S 智力障碍人士在实习之后 同样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 庇护工厂 朋友不会见到真实工作的环境 但是在一间社会 例如餐厅 对他们找回自我 真的很重要 发掘大世界就由听节目开始 了解印度就要去行河 充满灵性的地方 宗教圣地 看到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和崇拜 理解到印度人的想法和文化杂俗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年365人 一天三餐都是我煮的 家里所有骚髒的东西都是我清洁的 家用又少 我老公有什么都不理 你以为我不想有人哄我 有空说些无聊的事让我笑吗 傻子,放心交给我吧 拿来吧 拿来什么 拿来你的时间吧 星期一至五 下午5点至7点 有天怡、梓豪 和我波性主持的Give Me Five 每天拿来两个钟头哄你开心 好衰的 知识是水,人是海边 只要你想,你可以尽情吸收 知道你的话是谁说的吗 不知道?不奇怪 天下这么大,有东西你不懂 很奇怪吗 不懂就学吧 学了就可以像我,现在这么考你了 那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 我刚刚作的,可以吗 今天考起你 每个星期由上星期的书家出题 如果打和,就用国际法 即是即场猜包剪打 决定下一次的出题 如果两个答题的主持都答对 那就算出题那个你不错了 麻烦你,发挥多些新知识来考起你 今天出题,考起你的是 是我,是关于龙卷锋 I in like the time I do so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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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今天在这一小时唱了多少次 这句歌词 我没有一条问题 是关于周杰伦的龙卷锋 我现在很后悔 幸好 肯定不会回答 我只会唱这两句 今天天而戏的题目 就是关于龙卷锋 上星期原来我们香港机场附近 天文台也有报告 看到龙卷锋 上网也会找到有关的片段 昔时也读了这个特别的天气报告 好 天文台在下午6点10分的时候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讯号 现在快到6点12分 所以现在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讯号 大家要小心 好 那暂时比数1比0方指豪领先 我们来第三条 今天考验你第三条 刚才说加拿大的龙卷锋 其实有一个地方 也同样有这么多龙卷锋 就是美国 美国据报一年以千计 他们的龙卷锋 那么多 当然有一些没那么大型 有些可能会有紧急疏散的必要 但是以下哪一样 请问是龙卷锋衍生的生意 龙卷锋衍生的生意 在美国那里 A.龙卷锋主题公园 是 为什么车我 我不是车 他看不起我 他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你 他怎么这么厉害 你这么不舒服自己 你为什么这么车我 我不是车 你想看龙卷锋过山车 我不是车 那音是什么 你解釋 我是车 车 你无端要车 我忍不住 笑了 主题生意都可以 我不是车我 好 我可以 拿出资料 D.应对龙卷锋训练班 C.追龙卷锋的旅行团 D.龙卷锋房房屋加固服务 C是什么 追龙卷锋的旅行团 生意 龙卷锋主题乐园 就算你的地方没有龙卷锋也可以 可以的 过山车车轻到龙卷锋 有机能游戏 疯狂洗衣机 疯狂洗衣机 是的 那些 但不是龙卷锋的名字 你昨天说过没有龙卷锋的 他不是很多人在转 疯狂洗衣机 懂龙卷锋过山车 是的 龙卷锋式的疯狂洗衣机 一门生意在美国那里 最似我都觉得是狗 即是你家屋容易被风吹走 加固服务 加固服务 生意 这个又很合理 又会不会太正老 是的我就是觉得 那个前因后果是龙卷锋 令到这门生意出现 还是令到这门生意更加蓬勃 我觉得有分别 龙卷锋是小小都有的 你明白吗 他不是突然发明了一件事 然后inspire到一个人 即是去到90年代 开始有龙卷锋 即是发明那个人 他本身总之出生 一定龙卷锋是先过他 所以你刚才那条问题很难成立 我应该这么说 就是有龙卷锋才有这门生意 哦这样 没有就没有这门生意 因为屋顶加固的一件事 即是屋屋吗 不是屋顶 即是屋屋加固的一件事 我是在想 不是龙卷锋 因为龙卷锋不是跟你说笑 是连根拔起 是的 可能整理有没有用 第二是因为你美国那边的巨峰 其实都是同样的状况 即它不是龙卷锋独有的一门生意 所以我是剔除了D 那A那个就是车 不是我是车 我是车 我是车 我车 我车 不要诬蔑我 谁知道就是揭答我 真的 我是B和C之间选择 一个就是导赏 即是旅行团 一个就是应对龙卷锋的训练班 其实应对龙卷锋训练班 未必像是生意 像是官方搞的活动 即是防火训练 是的 那不是的 等于你学 我只是纯粹讲一个比喻 等于你学书法 你可以找一个名师 你又可以去工联会 即价格都可以相当好圆 即是私人公司的训练 或者政府 你有康文署的游泳班 但你也可以找私人教练 而且他那个可能是训练到 好像当自己是一只风筝 哎呀走啊 怎么摊大一只手 就可以变风筝 其实是短跑的练班 是的 那我选C 我觉得是龙卷锋的旅行团 追风旅行团 因为B那个我刚才都5050的 但再想一想 可能是私人的生意出现之前 政府应该一直在做这些东西 你觉得那个 市场应该低一点 或者不是原创性超高的 我本身也是选C 不过见到我选C 我见到他选C 我有点动意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就好看到 究竟信不信 但我最后也是决定C 都是C 因为一听到我这个答案 我觉得就是这个 是吗 这个是最第一手直觉 OK 第一手直觉 还有这个 好 两个都选C 两个都… 对的 是 没有搭沉船 是 是 回来 如果他转了你就可以一比一了 是啊 我的混6点后好一点 哈哈哈 这个真的 你的直觉很准 是 其实 我认为多盛利道地 你可能以前也有听过一些 有些所谓道哨团 是会跟着某些天气 我不知道 譬如 最简单就是北极光 其实也是一种天文现象 对的 都会有你去local tour 就是北极光 对的 去冰岛或者去加拿大 都会有一些local tour 带你去看 龙卷峰也是一样 不过那对夫妇就比较特别 他们其实是很喜欢龙卷峰 这些极端的天气现象 天气状况 就是他们本身自己都经常去看龙卷峰 所以他们就决定有一个叫做 SILVER LINING TOURS的旅行团 就是等一些同样的 一起喜欢一些极端的天文现象的人 加入 就是给他们钱 我就带你们去追风 他们就觉得最令他们自豪的是什么呢 保险不包的 就是了 他没有说保险包不包 但他们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怎样可以运用自己的一些 对于龙卷峰现象的知识 和他们对于地方上的熟悉程度 令到一些跟他们一起追龙卷峰的人 在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龙卷峰或者追到龙卷峰 因为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情况 你去到那里想着有龙卷峰 但谁知道龙卷峰可能扔彎走 你就已经看不到 貼門八卦 他们就要结合很多的经验 令到大家最有机会看到龙卷峰 但是又是一个安全的范围 和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专门复合收风 收风 然后带你去提风 没错 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生意 是因为龙卷峰而衍生出来的 厲害 这样都被他们想到 很厉害 抵他发的 这样都被他们想到是 即是风生水起 以下来这条我觉得很重要 很关键 你追评那个气势就立即不同了 来啊 今天考起你第四题 第四题 世界上有最大的人造龙卷峰 他身处在哪里呢 在德国的Benz博物馆 我记得他有听众去过Benz博物馆 他很喜欢Benz 波子 波子 他不是Benz 我记得是德国的Benz博物馆 原来这个博物馆里面 有一个世界最大的人造龙卷峰 那究竟为什么会有呢 用来试车 龙卷峰也不会卷起 A 他们曾经示范过一款车的环境测试功能 是 特意设计来 给这个测试 B B 它是环保发电的装置 C 它是原本在幽管的时间 借给一个天文团体实验的一个项目 不过之后留在 D 其实是因为这个馆当初不合乎消防要求 所以他们就试一下用人造龙卷峰做一个防火系统 用人造龙卷峰做防火系统 最正路是A的 刚才我说的 都连近是A的 示范一部车的环境测试功能的时候 挺有型的 它制作出来 然后留在那裡 也像是这个 C是什么 可不可以重复 C是他原本在幽管的时间 就借了一个地方给一个天文团体的组织 他们去做的一个project 做完之后又是留在那裡 可能他们看到就觉得很棒 留在那裡 留在人造龙卷峰 在馆里面借了一个地方给他们做实验 借来做实验 现在天文应该还有的 在Benz博物馆里面 这个变成一个 大家去到不只是看车 去景点 对 好像景点 但他的状态是怎么样 即是保持着有风在卷 还是开启就会有 这个 一定要他啟动才有 因为你无论是什么装置都好 他都要有些东西发电 但他好像是安排给一些人看 一个就是用来发电 对 环保的发电装置 糟了 A啊 这个 好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计算是A 我计算是A 我计算是A 推断上各种东西都适合 用来试车 告诉你 我的车 龙卷峰都顶得住 真的很厉害 很关事 OK 我选A 我想冷一点 是烤冷 烤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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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总是觉得不会是A 那么弄正 因为如果是A的话 他要测试风速 他只需要一把大风扇 就行 我不需要弄一个这么大型的龙卷峰 而且你不知道你弄完龙卷峰 你能不能控制到 不知道那些演算法 我就是要站出来 他自己的走向 我控制不到他 所以我决定选C 哦 借给邮管 借给天文团 德国 德国 Fans博物馆 是 有沒有人对 沒有人对 龙卷峰没什么感觉 龙卷峰没什么感觉 那只剩下環保 发电 防火 防火 和防火的装置 过不了防火 然后弄个龙卷峰 我还没连接到两件事 我防火还没过 所以弄个龙卷峰 告诉你 很厉害 我选D 因为我想到原因 那我跟吧 选D 真的吗 是 我觉得是D 是不是 因为如果要作出来 没有理由 做一些拿不到的东西 因为我开始也是在想 如果是火的话 你用风去吹 就会越吹越劲 但是 那为什么你又会选 但我觉得那件事 好像有些状况 好像是对 我突然 又是直觉 不算是完全是直觉 好像有少少的状况 可以令到 空气流通一点 那就没有龙烟的危险 可能是这样 变相有这样的 我也是觉得D 我觉得是中间跳过一些 没有提供到 所以我觉得跳得很远 但因为那些不能放出来 就是说了的话 我们就会 猜到 所以两个都选D 就是防火的一个装备 是 开来见我 是对的 哇 哇 時間很紧逼 我很反过一次 其实当初 你觉得理由好像很奇怪 蛤? 因为过不了防火 整个龙卷峰 原来是真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管已经做好了 就是他不能够 如果你要推倒 从来就更浪费 很麻烦 那就是 应该是设计师 是 最后他们就决定 采用这个 人造龙卷峰 其实有什么用呢 它的设计是可以七分钟之内 藉由一百四十四组的噴射器 繞动到二十八吨的空气 那形成了这个人造龙卷峰之后 可以怎样呢 原来就可以快速地 当有火災发生的时候 就将现场的烟雾排出 哦 那就是其中 是的 其实它不是 你不要想到它是噴水出来 它是辅助防火的设备 最大型的抽油烟机 但是变箱 现在就成为了它们的景点 有些人去到就在那里排 因为它有几層 就会在龙卷峰旁的那些 你当好像商桌有几層 都在那里等待他开 吹飞了 看人造龙卷峰 等吃西蜜蜜 还没有开抽油烟机 那样 哪有两多秒就搞定 3比2 最后一题 要不打和 要不方志好赢 今天考起你第五题 第五题 我相信应该是靠直觉 以下的一样是关于龙卷峰的见历士世界纪录 喂 来 哎呀 我不怕你啊 一样是真的 三样是我作的 A 被龙卷峰捲到最远 是 B 被龙卷峰捲到最高 C 逃避龙卷峰而跑得最远的距离 D 追龙卷峰追得最远的时间 請问以上哪一项是列入了世界纪录士纪录大全的呢 世界纪录的呢 跑 跑 全部都是生还 D 是什么 D 是追龙卷峰追得最远的时间 追龙卷峰追得最远的时间 追龙卷峰追得最远的时间 但刚才A和B 卷到最远或最高 那件事是生物还是死物 一定是生物 都是人 所以说是生存 我的感觉是A 我选B 我选B 容易揹出来 一是最远一是最高 我选B 好 時間关係 有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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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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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关係 要快点 猜包战斗 B 知不知道我没有选B 现在可以大声说 你听过 不是 因为你B最高的瞬间 你试不了 那么容易 它在里面 我觉得怎么也很难 因为其他世界的 建历史记录 你能够先进行 我现在要做这个记录 你来试试 但我不明白 他龙卷峰是怎样做的 而且他踏标那一瞬间 但你在远的距离 他停了 我就可以量度 即是打电话 你快点来放 我现在立即要申请 所以我选A 不选B 那个人真的 事后恐明出现了 借东风 来来来 你们准备了 这个被龙卷峰捲到最远的男人 令他离开原来的位置 大概398米 398公里 但也很远 他恢复了意识之后 只是受了轻傷 所以他成为了这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他很幸远 也不知道开心 不是很久之前 只是说了06年的事 不要亂试 这些事 是十几年前 06年的3月 他就意外冲 做了一项记录 好 来来来 包剪刀 包剪刀 来喔 输了就下个礼拜出题 好 来来来 包剪刀 搞错 又猜猜 怎么你也是猜 怎么你也是猜 我追得这么辛苦 我追龙卷峰也没这么辛苦 他好像龙卷峰那么快 一踢又KO你 你再猜猜 下个机会都没有 直接秒殺 我出去看每次 每次好像 一个大人 其实不要不开心 是 你是不是知道他会出展的 我猜到 猜到 猜到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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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其实我告诉你 下次你自己小心 不是 我想听 歌姓 出凹 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 报道 九成是出凹 然后你会觉得他会因为你而改变这贾 对 因为他会猜我会想出什么 我没有的 我根本能反映出 這是你人生吧 這是裏面 潛意識的東西 我不會思考 他不出賭都可以出戰和包 他通常是出賭 我出賭就會贏 但問題是 假如他有少少影響 他覺得我不好好像以往一樣 他下一秒就會出賭 所以我出賭就會贏 我不知道 因為我特意和自己 不要想著出什麼 就可能是這個 就可能是這個 究竟有沒有推敲 有時候有習慣和感覺 還是心理戰 我真的不知道 哪有心理戰 我沒有說 現在隨便猜一局 你是想證明自己是 包 剪 凍 又輸 我出包去出剪 我真的隨便 這個就是你再隨便的結果 下星期出關於包剪凍的問題 好像以前有出過 你可以想想 我再想想 換言之今天輸的是 我 放在方之遊的包剪凍之下 下星期出題 下星期出題 有新聞 立法會財委會通過240億元第三輪 防疫抗疫基金撥款 撥款以37票贊成23票反對 獲得通過 在表決前 跨黨派議員都質疑保就業計劃 同時建議政府推出失業援助金 政府就強調要審陣理財 民主派議員一度動議 被終止議程 建制派反對 財委會會議 在表決後結束 民主黨和部分泛民立法會議員 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 進行有關立法會議員去留問題調查 已經完成 香港文言表示 成功樣本有2579個 明早會先向委託機構呈交調查報告 民主黨和參與今次民調議員 將於明天上午11點半見記者 交代民調結果 和是否接受延任一年的決定 大區政府之前因應第三波 新型肺炎疫情嚴峻押後 立法會換屆選舉至明年9月舉行 人大常委會按特區政府提請 通過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不少於一年 以免出現立法真空 路透社報導 美國對中國晶片製造商中心國際 採取出口管制措施 北京外交部重申 中方將繼續採取必要舉措 維護中國企業正當權益 發言人汪文溫表示 中方堅決反對美國政府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違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 濫用出口管制等限制措施 無理打壓中國企業 破壞正常國際經貿秩序 美國法院裁定集滿實施TikTok 從移動應用商店下架的行政命令 在北京外交部重申 期望美方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 提供非歧視性營商環境 發言人汪文溫回應相關提問詞表示 注意到相關報導中方一貫反對 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的霸凌行徑 重申美國應遵守國際經貿規則 為各國企業在美國投資經營 提供公平開放營商環境 天氣方面 全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 有躁雨和局部地區有雷暴 初時雨勢頗大 氣溫介乎25至28度 吹和緩東風 初時離岸風勢清靜 只望隨後一兩日 有躁雨和雷暴 接近週末躁雨減少 天文台在黃昏6時10分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延長至今晚10時 現在氣溫26度 相對濕度9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道 Michael首先提提大家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很多地區下落大雨 路面濕滑 很多地方交通都比較繁忙 駕駛車的朋友請你小心駕駛 注意安全保持營養和小心 先跟大家跟進在觀塘妖道 去遊塘方向 隔了前近九展萬線的壞車還未離開 現在交通即塞車龍排到麗精花園 而在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 近駐南華圃的萬線因為有交通意外 現在龍美去到和合石 隧道方面 紅磡海底隧道的港都入口 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美隧墓大樓 西行過海車龍排到過了景龍街 堅拿到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萬線流灣仔 龍美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黃竹亨入口 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間封措施 紅磡九龍入口公主度過海龍美空莊道橋面 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 家市居度過海龍美道全街天橋近果欄 東瑞港都入口 東行的龍美去到柯達大廈 西行的車龍就排到近西灣可大安樓 思瑞九龍入口 柯達路道的車龍排到沙福道 農場到西行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 去觀塘道近牛頭葛定庫街和韋葉街近常二道 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 龍美觀塘繞道近Megabox 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過了電話機樓 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96.9 FM94.8-96.9 《香港編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乐 开心听歌 不开心听歌 顺景听歌 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为人的曾志豪 逆境自强一定要听 郑姨健的友情岁月 不相信会绝望 不感觉到惆怀 成功到患难抗疫日子 有你有我 总有乐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心亢亦听歌 心情都好很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 缓周精选 他的创作力量和幻想 是否可以吓你一跳呢 我迷上光满 越过幻见山洋 十块木碎伸手 学诗小帮席 留意无数声带 魂与外壳清酒 望继续世纪到 犯所得正道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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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除了见识到她的EDM创作之外 Terence还示范了幻想的世界 究竟可以有多天马行空得来 有多奇形怪状 还邀请乐迷进入她这个空间 但是根本搞不清 就必要再求神确认 作曲林家谦 填字Oscar 编曲有Viginal Nation林家谦 监制周石汉林家谦 所以今天星期上当第四个星期 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军位置 公林家谦 特伦斯梦游仙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 半周声传 同星期六高五十二点至两点 王天仪 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们好 欢迎来到Harry哥哥快乐农庄 这个农庄有齐快乐的元素 有清新空气 有大小邻居一起可以种田的乐趣 有农庄厨房教大家炮制 美味又健康的素食料理 还可以在青草地上玩游戏 还有又怎样少得唱歌跳舞 和变魔术等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Harry哥哥快乐农庄 约上你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人 一天三餐都是我煮的 家里所有骚髒的东西都是我清洁的 家用又少 我老公有什么都不管 你以为我不想有人哄我 有空说些无聊的东西让我笑吗 傻子来的 放心交给我吧 拿来吧 拿什么来 拿你的时间吧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 有天怡、梓豪 和我波性主持的Give Me Five 每天拿来两个钟头哄你开心 Obrig给我 很破坏的 啊�,狗 这次这一段视频真的是 entity 哎呀,小猫 远与 如果再这样下去 哎呀,真的是机 incidence QUESTION 喂,小猫 小猫 直接猜猜吧 Give me 5 成語 蛇 猫 狗 每集將會圍繞一句成語 以即興劇場形式進行遊戲 天儀 波勝和梓豪當中 只有兩個人知道今天的成語 剩下的一位將在遊戲過程中邊做邊鼓 究竟他在五分鐘內 能否能猜到今天的成語呢 時間來到下午6時40分 先提醒你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證生效 而雷報警告有效時間已經延長到 今天晚上10時 大家留意 希望我們稍後下班 魚可以小一點 希望不會被人劈 希望現在的魚可以小一點 不會被人劈 可能有龍捲風經過 沒事… 大家小心 今天是成語 蛇貓狗 好 今天我們要猜包扒 小出歌我就猜了 你有陰影 我有陰影 包扒小出 劍無福 劍無福 預備 包扒 我的命… 自從成語蛇貓狗回來之後 你的命格 我的命中率是很高 是 今天都是我 整天都是我猜 上個星期有你猜 今個星期都是你猜 上個星期有戰無不勝 哥哥戰無不勝 我期待今個星期會不會有主題曲出現 繼剛才的龍捲風之後 會不會這個環節也有主題曲 很難撞到這麼正的招 不容易的 我先退一下 好 先退一下火線 天兒現在將會離開直播室 我之後就選 說一量東西 就會選一個成語 就會成為今天劇場的主題 就這個 美國這個應該有多發展 好像見不見 一首歌時間 我們就會量度 一會兒劇場是怎樣發展 好 稍後大家可以一起猜一下 今天的成語會是什麼 等你 等你 在這崩潰的火山 沙力裡 埋住了未染污之靈 等你 等你 在這傾斜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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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從來 在這傾斜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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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望若有名 虹无用雕笔 必吓以鼻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独起 谁有稀罕有生计 等你在这仗草的意会 不需要容忍再决定我的将来 如必随诈位 留在世上那点 伏写都将会 承命天父乱者信仰 如若有天者 乘有剑白 灰飞步千里 旁人在世全亦都不走等你 传望若有名 虹无用雕笔 必吓以鼻 情愿抱着你 形成这颜热气 和为六方写尘默 如爆炸几时开始 继续爱也是某种传奇 才能够世人 感觉失败 写不弃 世界最雪大 前后和后退 也没自卑 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完成这颜热气 脚踏这地 同享这毒气 也会收出个生计 也会收出个生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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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问题,我们就开始了 RHKLive4X是广播道内数一数二的天团 很多人都想加入被训练成为明日之星 阿成、阿猫、阿狗 这些既然被挑选得成为练习生 就必须听从制作人 就是我一指示 接受地狱式的训练 为出道做好准备 在我的世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 只有做和不做 明白吗? 阿猫、阿狗 是 我收到制作人的指示 很久他都没有指示我们 是吗? 是呀,他死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本身以为他死了 我们好像无珠孤魂那样 是呀 孤魂这段时间 他又明明下来 他说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 疫症我们又没有什么特别要练习 你真的说得好 就是新作品那些 我们是没有东西了 和冰床没什么分别 是呀 他就说 叫我们要想想有什么新技能 我们要学下一个新的项目 要我们自己想想 一向都有 有端端学技能 其实我们也继续增值自己 阿猫,你当然不用担心 家财万贯 我们这些吃餐休餐 鎮守边关 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 所以早就已经学好 阿猫这些 天之沖泳那些 学什么对他来说 都是… 是… 是… 我自己 不要说自己很厉害 我最近也学了一件事 什么 木工 木工? 是呀 很想学啊 是呀 很厉害 因为现在的木工和以前那些不同 已经 因为现在的木工 是不用你懂得量尺 你买部机器回来就行 这么简单? 是呀 因为我最近经常看那些片 他做那些佛珠 他买部机器 拿那些木材放进去 就会有粒珠 是呀 那你什么都不用怎么做 都可以这么说 没用啊 都能学到东西 没用啊 但是这个技能跟我们… 对了 和说出来不厉害 很… 很傻呀 是吗 说出来不厉害 说出来很傻呀 是啊 但是我不说出来 我只是弄一些佛珠出来就厉害了 你说你可以丢它出来 可能像貓的样子弄出来就厉害了 那些东西没什么特别 你这样说我你很厉害吗 我想到了 你做什么 我想着这个技能就厉害了 告诉你 是什么呀 上山捉东虫下草 哇 多有前途啊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我没听过 东虫下草是捉的 是 什么都好啊 听说捉都可以啊 捉摸它 你那个技能真的一点都不成功 听说东虫下草那些很可恨 是呀 以前是流行那些快乐的河手屋 现在流行东虫下草 早前不是流行那些包子 是啊 现在最新的不是玩包子的 是东虫下草的 捉金丝猫有猫佬 捉东虫下草我认识的虫佬 是呀 它可以教我啊 你真的不要小看 以为什么捉东虫下草这些很随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有奈心 你刚才说我学什么都随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也是 都是随的 我去捉东虫下草 我都是随的 随 随 阿蛇就不是 你捉就不随 我捉就随 不过呢 我想到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 混合在一起 一起做应该有得做 就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东西 应该全部都放在上网 就是全部有影片看 对 你想一下有没有人直播 去捉东虫下草 没有啊 没有啊 被人知道就没有生意了 有没有 只是试过米雪姐去不知道那些什么 去上山的那些 有些包子 然后那次暈倒了 你不是 你不是有nice 他那一刻真的不能够弱霜 变成首飾霜 不过偶尔为之 可能因为那个天气 就适应不了 那条片都风波一时 你知道吗 因为我想到 我最近在学着斗木的东西 你未必会捉到那些东虫下草 我直接就自己斗木 做一些东虫下草 插在地上 那你就去捉 他捉到是捉虫 这些真的 可以想想 可以想想 製造环 未来的project 他给了一些牵势 是吗 是呀 他说这些HIT是什么 HIT是什么 HIT 是小忌廉 是吗 他说现在流行的蜜蜜蜜 他说以前回来 这个很厉害 之前有发妆品牌 跟他融合 又有歌 是呀 这首歌都传给我们听 先听一下 即是怎么说我们翻唱 不知道 我觉得可以 即是将刚才我们 那条桥串连在一起 放在一起 可能拍一个MV 很纷纷地 然后就在弄他那些斗木 形式Money 这首歌很不够 是呀 是不是很熟 是呀 我说不会 不是 很难的 小忌廉应该红的 可以 是呀 转又转 那些机器转又转 就行了 一点都不吃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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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那个Effect 那些Effect 那些Effect 好像在笑我们 刚才那个 上星期有节目不成 这个星期有我餵小忌廉 厲害 我完全没什么概念 你只是猜一下而已 猜一下而已 猜一下而已 很小事 是呀 有关东重下草事的 有关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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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是 意思上没有想到 想不到 想不到 说出来很纯 究竟今天sir 是代表什么成语呢 听众们刚才你 一直听着 如果你也有想法 可以上Facebook留言 我们看看今天 有多少人猜中 暂时看到有人猜中 有人猜中 有人猜中 这么厉害 加油天儿姐姐 好厉害 给一首歌的时间 想一想 关事的 好厉害 在上班 劝莫的街 要踢足去行 声音沙哑 打一个喇叭 到辞大道 哮哮吉他 然后唱出新风格 打人去我报错 帮忙多报也好 成章缺归 你画会很自豪 地球滅亡就多 我再挂着半项 爱惊大可跳舞 突然开始也不再上班 拆去砖瓦 让青春发弹 开一束花 當较了穗丹 给尘射漫 发出风的炮弹 谁未够胆 拆来脸界推一下 打人为何报错 不问得报也好 成章缺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根據非正式統計在網上 每10個聽眾有7個猶豫 喂呀 這個百分比很高啊 你覺得你的意思是甚麼呢? 削這個 又或者是甚麼頭緒 我覺得是差 又沒有至於差 我連意思都解釋不到 你覺得我們剛才不停在說某些記憶是甚麼 你覺得有甚麼記憶一定會有 蟹蟲下草 是 然後呢 小忌廉 還有呢 快樂的河手烏 哈哈 我給超小的快樂的河手烏不關事 純粹想拿出來說說而已 有點像包子那些都不關事 木工 木工是的 你拿著你三組起來 我還要特意做一件事 轉珠 轉珠 都不關事 其實你剛剛拿著三組齊齊齊了 組織到甚麼出來呢 是啊 木工要做甚麼 木工要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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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鬥之外 意思是甚麼 其實他剛才有說過那個字 我有說過那個字出來的 蛤 我有說過那個字 正在成語裡面出現 成語 不是 成語有出現的其中一隻字 給他吧 剛才我說 即是要 木工要丟一些東西出來 可以嗎 然後我說要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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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有事 來吧 你猜的是 可以嗎 我猜到 雕蟲小記 喂 很棒 又聽眾浩陽在網上說 那些人很厲害 為甚麼這麼厲害 猜到 雕蟲小記 因為我連意思都明白不到 對了 雕蟲小記 即是泛指一些微不足道的技能 對 即是很屎屎屎屎屎屎 雕蟲小記 對